现在呢,我们进入了港区了 如果现在这个5月训练产物费的话就差大了 这边呢,是港口的区 我汽车的时候就是从那条路过来的 还看到这个港区过呢 现在去海边,我们看一下中国的大渔船 这边呢,全部都是冷库 存放这个海鲜的 好多呀,连累了一个是一个的 这个也是冷库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船回来 这也是个冷库 大西洋的鱼啊,非常的好吃 这边呢,是一个小港 基本上停的都是小船 是摩洛哥的本地的渔船 老汪说那边啊 那边的话就是停的都是比较大的渔船 基本上就是中国的 中国的什么上海的公司呀 南通的呀 还有就是你们山东的一些公司啊 在这打鱼 哎呀,厉害啊,我才知道啊 就是这个港口 大船基本上全部都是中国的 来看一下摩洛哥的鱼藻室 哇,这是带鱼啊 这个也太宽了 这么快 这大西洋的鱼呢,真的是 肥美啊 这怎么速冻的都拿出来了 这个是现场鲨鱼啊,加工 哎呀,这个鱼真的是好丑啊 哈哈 就这个 我曾经还在见过卖的 这边啊,这个海鸥特别多 这个海鸥 长得都非常的胖 哦,这在送兵下去呢 那边 那边呢 是摩洛哥的几个军舰 军舰 港口 走 在这做这个冰的生意 感觉是能发大财啊 是吧 谁家都得用很多的冰 你看这个 这个海鸥也太胖了吧 在这真的是 日子过得好啊 以前的阿加迪尔老城呢 是在这边 因为60年的时候 一场大地震全部都摧毁了 所以说阿加迪尔的新城呢 就放到这边了 哇,这个 这些海鸥 这些海鸥真的是很有意思 都在这等吃的呢 你看 一只我都感觉有个 两三公斤重 生活好 王哥告诉我呢 本来这一片啊 就是修鱼期的时候 全部停的是中国的大船 因为现在是捕鱼期嘛 所以说中国的大船 全部都出海捕鱼了 嗯 今天好像说是有一条中国的大船 要归港 我们去看一下 这边呢 大概有60多艘大船 就是中国的 在这捕鱼 捕上鱼以后 然后销往欧洲 还有日本 还有送回我们国内 真不容易啊 跑到这么远来捕个鱼 绕了个地球大半个 捕点鱼回去 想想都觉得 不可思议 以前真的是不敢想 哇,天哪 滑起来哪里啊 滑一点啊 我就说啊,你这突然过来 我都害怕呀 腿都软 现在我们去王哥的船 嗨,你好 你好 实际上是中国人了 开始 来,在他船上坐一会儿 厉害了 你看看 这边就是大一点的船 哎呀,就是一定要小心啊 没在船上生活过的人啊 万一我要是咕咚 掉下去了 当然了,我们有人救 我还头一次参观渔船呢 哇 中了一些 哎呀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刚回来吗,你们是 刚回来 刚回来哦 准备休息哦 没有电 没有电 还没连电是吧 哦 这个开船这个视角就这样啊 看一下 哎 左右是啥意思啊 不是 这是啥意思啊 左脚指示器 啊 左脚指示器 就是打舵 往左的往右 哦 打舵是吧 哦 现在坐就这个啊 嗯 刚刚想这样的 那个就是转圈圈 那个车咕咕咕咕的 4秒左右 有 哦 哦 哦 这个是一个 通讯设备 看一下 带大家参观一下 哎,我也长个见识 像这种就比较大一点的船 就中国的 哦 真的有想法呀 从中国跑过来到非洲来打鱼 哎 这个我认识 指南针 其他的都不太熟 看他们船上准备的蔬菜 土豆 洋葱 黄瓜 还有 有辣椒 光哥 光哥 你们假如说开船 从这里开开啊 去哪里捕鱼 一般多少天呢 四十多天 四十多天 就是朝哪个方向走呢 啊 西南 西萨哈拉 西萨哈拉 哎,我也要去 你帮我烧一尺 把我扔到海边 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从这开过去开几天 两天两许吧 就是两 五十多个小时吧 五十多个小时到 然后在那边捕鱼 对对对 捕上个二三十天 三四十天 然后才回来 再回来 哇那辛苦啊 这个一般几个人船上 中国人就俩 中国人就俩 外围有二十多人 哦就是二十多个外国的工作人员 是吧 那中国人一般是船长在家一个啥呢 轮机长 轮机长 哦 这样子的 哦 高手 高手 哦一一般就是 哦也对啊 你不可能说是大老远的请上中国工人 跑到这来工作 一般请当地的是吧 解决他们的劳动力 劳动力 他们都不用 哦就是不让用是吧 解决他们的劳动力 对就业 就业 哦这样子 但这国家想法也是对的 哎 我们吃上一个渔船上的苹果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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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这几个船 都是我们中国同胞的 停在这儿呢 那是目前为止在维修 不出港 你看这是老王种的菜 在这里下啊 店不是没联吗 我拿个手机 哎呦 哎呦 不愧是没在船上带过的 已经是重上了 还好我戴着个帽子 嗯 这个船现在是在这个维修状态 哦这是船上的厨房 这还在煮着啥呢 哦煮着鱼啊 这个是啥呀 八爪鱼还是九爪鱼 哇 这个这个好厉害 这是大二八景的新鲜东西 这个也是熊海鲜 对 这是厨房 那二十多个人咋睡下呢 这个 他都有房间的 有啊 那带我参观一下 这都是锁的 哦锁了是吧 嗯 这都是锁的 哦就是 这都是维修街 然后锁的 哦 这都是船居然住这么多人 哦 哦 在这 这也是睡觉 你看 他们干活慢 就是让他们把这个船铺地毯啊 各方面弄一弄 铁铁睡大觉 哦 这就是 拉鱼网的 这就是后边的作业的区域 这就是后边的作业的区域 电就不需要咯 灯 嗨 嗨 看一下 这个是 包装箱啊 海鲜的 海鲜就从这拖上来 说是过一会儿应该有中国的大船回来 我还可以看一下这个如何卸海鲜的 你看 黄哥 嗯 你的话干这个捕鱼行业多久了 啊 快要到三十年了 三十年 那我们中国人就是从中国啊 开船到摩洛哥来捕鱼是啥时候开始的 九二年嘛 九二年开始的 九二年我还在学前班呢 你们就开船就往这往这来捕鱼 对对 这怎么想的呀 当年真的是胆子太大了啊 九二年的时候真的是胆子大 从中国开个船 从中国开船 开那个就是小鱼船过来多长时间 五十多天吧 就是胆子胆子五十多天就开到这儿 对对 然后捞点儿鱼还回去吗 就在这边卸 不回去卸 就是在这边卸是吧 哦 我要说五十多天胆子胆子过来捞点儿鱼 然后再五十多天回去 那真的是吓人哪 一年就来回两趟 哎呀 有想法有想法 这是九二年就 就这样大山开船跑这儿来 佩服 真的佩服 这边呢 就是准备卸鱼了 用雕车卸 这边拦着的 他们的话不好拍摄 我跟老王就准备往回走了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鞋底 今天呢 我跟我们的老船长王哥 来码头长了个箭矢 哎呀 我终于是体会到中国人在海外捕鱼的不容易 王哥是九几年就开船 到非洲来捕鱼了 九几年呢 我还在上小学呢 你都在非洲闯荡了 真厉害 在这个码头呢 大概有个六十多艘我们中国的渔船 每个中国渔船呢 都是标配的船长和这个轮机长啊 呃 是中国的 其他的话 基本上要请个25个左右当地的雇员 这样子的话也可以解决当地的这个就业问题 而且雇员的工资都非常高 当地的这个工资水平我是知道的 基本上摩洛哥人干活一个月 乘个三千多迪拉姆 如果说在船上工作的话 起步价都是六千迪拉姆 像这个大铺呀之类的 都是一万多迪拉姆 所以说他们的工资待遇非常的不错 哎呀 今天是正儿八经的展个箭矢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去找这个刚才的张哥 送我们回去办公室在这边啊 这边是港区的办公室 哎呀 真佩服你们啊 九几年的时候 我还在小学 人家都在大西洋上浪了 好啦就这样子啦 拜拜